下面再说 自赦 这是第三个字 清净佛国 乳应自赦 底下 日本郡地老法师进一步解释 此含三意 第一个 为法藏菩萨素质深厚 这个质跟那个质物的质相通 当作动词 也就是说 法藏菩萨过去世 吴亮节 他修学累积的功德太深厚了 所谓的高才俑则 与世超异 这个我们在前面经文看了过 所以说法藏菩萨并不是普通人 人家也是谁呢 再来人 古大德在诸节里面也讲到 龙树菩萨也说了 法藏彼宗是谁呢 那都是地上菩萨 圣经还说他是八地菩萨 所以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法 深感轻信 真的这一生没有什么事情比遇到佛法更加值得欢喜 这一般人常说吗 中了特奖啊 特奖里面的特奖是遇到念佛法门 释迦牟尼佛讲了四十九年 无非是希望我们大家要能够相信念佛法门的好处 它的功效 它的作用 它的果报之殊胜 佛只有一个念头 希望我们能够早一点离开痛苦 离开六道轮回 离开释法界 升到极乐国土 真的 到达那边之后 您怎么样呢 莲花一开 我们就可以想象了 我们的心情就特别好 其实啊 我们坐在那个莲花里面高不高兴呢 你想象一下 阿弥陀佛来接你 您坐在莲花里面 那个莲花叶子就合起来 您坐在莲花叶子里面高不高兴呢 阿弥陀佛马上把我带过去了 想到这儿就心里特别的欢喜 莲花叶子一开呢 七宝池 庄严 所看到的菩萨声音像端庄 八万四千像 八万四千好 所听到的音声 也都是妙不可言 我们现在听到什么声音呢 你现在听到什么 飞机的声音 是不是 这怎么能够跟极乐世界相比 所以在极乐国土 每一个现象都是让我们 想起绝症境的 远离呢 贪嗔痴慢的 选择念佛法门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降服住自己的烦恼 我们不敢求断烦恼 但是一定要有能力呢 扶住自己的烦恼 要把它压住 死死地压住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现在外面让我们起心动念的静缘太复杂了 本来我们在那边都会胡思乱想 那外面又一影响呢 我们这个波动的幅度会加倍 所以在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用功一定要比古人 功夫还要再深一点才行 古时候环境单纯了 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复杂 现在是复杂 不晓得是多少倍了 因此在这个时代修行 在这个地区修道 难度远远超过以前的人 下面还是俊帝老法师所讲的 进佛国土之事久以动达 虽佛制无所加之 清净佛国土这双事情呢 可以说 都是心响声 今天里面有一句名言 我们也是时常看到 心净走佛土境 我们现在环境为什么这么样的染污呢 为什么污染这么样的严重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心不清净 你看现在全世界乱了 如果孟老夫子来到我们这个时代 他一定会要感触更深了 在他那个年代 他就说出什么话呢 富不富 子不子 国不国 君不君 君不君 你看他说的四个方面 父子君臣 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不守自己的本分 不守自己的本位 五轮五常 都忘得一干二净 谁愿意再学这些东西呢 没有人愿意去接触 大家自己每天所随顺的是什么 自私自利 贪嗣吃满 天天都在那造作这个十个业 所以现在的环境呢 都被我们破坏的越来越严重 所以环境好不好 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我们起心动炼有密切关系 因此我们希望国土安宁 安宁 清静 祥和 还是要从自己的起心动炼下手 尽忠法门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环境不好怎么办呢 念阿弥陀佛 念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能够化解所有的业障 这是真正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途径 是真正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途径